众所周知,中国人对于军装、军邪的喜爱,是有传统的,正因为有了这个传统,很多单位在设计制服的时候,都会吸收一些军装、军邪的元素,比如,背景的公交系统制服,就有明显的这个特征,这些照片是我在地铁上抓拍的。 就是想以词,为题材,专门写上一些,研究研究,从这位老司机的制服来看,背景公交系统制服的尖章,很像是1955年,授军衔时的大卫军衔,中间是一条黄线,四颗红星,两色的黄线,也挺像87式印尖章连上的红线,只是颜色发生了变化。 北京公交这位老司机的袖口,这两条线,也有军装的元素,说它像海军军装上的袖口军型也行,说它像1949年之前,至1945年,中国境内,另一支军队的军装的袖口设计也行。 大家在影视剧中都有剑造,不再赚述,要说一下的,这种制服,我认为像07式军装的春秋长服或冬长服,从北京公交这位老司机的尖章口来看,也是与07式包括87式相似的黄色镀头纽扣,我认为也是军装给设计师的灵感。 尽管身着制服,这位老司机手中,还是玩着他喜欢的手霸剑,我看到之后的感想是,无论穿什么制服,都要有自己的爱好,去支撑自己剑度余生。 这是一位相对年轻一些的司机,他的制服好像是军装的下长服,简章是三颗红星,按理说就比四颗星级别低一些。 我奔喜,北京公交司机也有技术等级,肩膀上的星线越多,可能工作年限,技术平定等级越高,不常去北京。 去了一次,总要留下点记忆,这就是我对于北京公交老司机的记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